我是主播沙漠之湖 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文章题目叫做 钱德勒 漫长的告别 成年人的关系都是易碎片 文章作者 锦山岳 美国文学界对过去150年的侦探小说 发起过一次评选 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不仅榜上有名 主人公菲利普马洛 还被读者评为最有魅力的私家侦探 影响力一度比肩福尔摩斯 村上纯述说 漫长的告别是毫无瑕疵的杰作 极其出类拔萃 如果允许我用夸张的表述 那几乎达到了梦幻的情节 小说讲述了侦探马洛 因为朋友特里卷入一场轰动全城的谋杀案 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 他背负骂名 受尽蒙骗 惨遭毒打 险些丧命 但最终等来的却是阴谋与欺骗 曾经固若金汤的友谊 爱情 亲情 在难以揣夺的人性里 一碰就碎 扎得人心血直流 原来成年人的关系都是易碎品 恰如诗人故城所言 我看见友谊像艳丽的花 我知道花会凋零 我看见友谊像纯洁的雪 我知道 雪会融化 成年人的感情经不起折腾 一点风吹草动就让人各自天涯 马洛与特里相识于一场酒吧外的邂逅 一个寒冷的冬日夜晚 贵公子特里喝得酩酊大醉 被女友无情地抛在马路边 而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马洛看见 他二话不说 将特里弄回家 细心照料了一个晚上 等第二天特里醒来 二人攀谈了几句 竟十分投缘 成了相见恨晚的好友 从这天起 他们几乎天天见面 喝喝小酒 聊聊天 在认识彼此前 不管是头脑灵活的马洛 还是富可敌国的特里 都过着极度孤单的日子 马洛父母双亡 没有兄弟姐妹 也没结过婚 无儿无女 他赚不到多少钱 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 除了工作中的客户 落魄贫穷的马洛 几乎帮不上任何人 难怪他一个朋友也没有 比起马洛 英俊富有的特里 应该高朋满座 爱慕者众吧 并没有 她是富豪哈兰波特的上门女婿 娶了哈兰家的小女儿 希尔维亚 一个淫乱不堪的贵族小姐 在加入哈兰家族前 特里不过是个退伍军人 因富商在身无法工作 一直流落在社会底层 娶了希尔维亚后 她看似走了好运 实则是绿帽子专业户 哈兰家族的一块遮羞布 可以说她和马洛一样 对周围的人毫无用处 结果只能游走在人群边缘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似的处境 让他们更容易理解彼此 宽慰对方 生活中 特里时常接济马洛 感情上 马洛让特里不再寂寞 这段友情的开端 看着像缘分使然 但也讨不过成年人的 社交铁律 交换 交换的价值 不单单是金钱物质 还有内心的支持与慰藉 他们为什么被孤立 说到底 还不是因为在别人眼中 毫无价值 他们为什么能建立友谊 也多半是因为 从对方身上 可以获得温暖 回到现实中 我们常说的社交关系 本质上都是旗鼓相当的交换 你有本事为别人撑散遮雨 别人自会为你铺路驾桥 你能为别人提供感情滋养 别人自然把你放在心上 无需感叹人心险恶 人情稀薄 这不过是人与人交往中 不得不遵循的规则 你卑微如尘埃 就被指望外界托你上青云 你功成如明星 自会有一堆人 众星捧月 即便是感情 也必须是互相取暖 才能燃成一团火 在马洛的人生中 特里来得快 去得也快 认识不久后的一个清晨 特里神色慌张地向马洛告别 他什么也没说 只留下了一张五千元的 巨额钞票 就匆匆登上了 去往墨西哥的飞机 特里前脚走 后脚就爆出了 他残杀妻子 希尔维亚的惊天新闻 而尚在震惊中的马洛 来不及细想 就被以事后重犯的罪名 抓捕进警察局 在牢里 马洛先是被毒打了一顿 后又被电棍击晕 可无论怎么严刑逼供 马洛始终紧闭双唇 就算死也绝不透露特里的行踪 就在马洛奄奄一息之际 他却忽然被无罪释放了 原因很简单 特里畏罪自杀的消息传来 任何审讯与追捕 已不再有必要 比起身体上的剧痛 马洛的心里更是悲痛不已 特里连句再见都没说 就这么静悄悄地走了 哪怕临走前喝一杯酒 也能少一些遗憾 可事实往往如此 分离来得猝不及防 诀别就在刹那之间 特里走后 马洛本想暂停工作 却又被迫营业 帮一位爱琳太太 寻找他失踪的丈夫 她丈夫可不是无名小卒 而是大名鼎鼎的 畅销书作家罗杰 二人本是一对 令人艳羡的家偶 却不知从何时变得没有话聊 只剩冷漠与敷衍 就像罗杰的这次离家出走 连个招呼都不打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看 不管是友谊还是爱情 但凡是成年人的告别 都似这般无声无息 看过这样一条热评 成年人的告别仪式非常简单 我没有回你最后一条信息 你也很默契地没有再发 就这样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 好像从没认识过一样 从小玩到大的伙伴 仅仅因为异地工作 就渐渐生疏 再碰见时 恨不能躲着走 连个招呼都不打 曾经无话不谈的闺蜜 仅仅因为各自成家 便少得联络 就算联系 也不过是逢年过节 群发消息时 点上对方的名字 你以为还是山盟的感情 哪怕结束 也应轰轰烈烈 可结果是 你都不知道 对方什么时候走远的 有时候 我们盼着用某种仪式感 正式结束一段关系 可结果往往是不经意间 强路灰飞烟灭 故人 不知去向 没有大张旗鼓的送别 没有撕心裂肺的挽留 也没有痛彻心扉的遗憾 成年人的告别 不喧嚣 不张扬 只是静悄悄地 退出了各自的人生 在马洛接下 艾琳的案子后 小说迎来了 她的高潮部分 一场因爱生恨的大戏 即将在钱德勒的笔下 拉开帷幕 原来 特里 希尔维亚 艾琳 罗杰 这两对夫妻 常年纠缠于双向出轨的婚外情中 当年特里应征入伍后 与艾琳相爱 后来战争爆发 二人走散于人海 等再见面时 艾琳已是罗杰夫人 而特里也成了豪门贵婿 艾琳想与特里重修就好 但特里对她早已没了当年的激情 她谎称深爱着希尔维亚 发誓绝不做背叛婚姻的丑事 可就在艾琳决定回归家庭时 却意外地发现了丈夫罗杰 与希尔维亚的婚外情 愤怒 羞愧 绝望 一股脑涌上心头 艾琳顿时迷失了心智 策划了一场血腥的谋杀案 她先使枪杀了希尔维亚 并用力气砸烂了她的脑袋 当特里含冤自杀后 她又利用马洛 曝光出丈夫与希尔维亚的旧情 将货水引到罗杰头上 又制造出罗杰畏罪自杀的假象 可这一切怎么能瞒得了 私家侦探马洛的眼睛 然而就在艾琳认罪之后 她也吞枪自杀了 看着血泊里的艾琳 马洛心头闪过一丝游疑 真相果真如此吗 接下来小说里最大的反转出现了 特里根本没有死 她早就洞察出感情世界里的那些暧昧不明 一步步引游艾琳走上这条不亏路 希尔维亚死后 她立马将财产转移 逃去墨西哥后 整了容改了名字 制造自杀假象 之后摇身一变 成了一名叫莱若·克斯的大富豪 同样的 她的这一切也很快被马洛调查了出来 马洛写了封信 要求见她一面 还是那个熟悉的小酒馆 还是当年她们最爱的酒 但面对面坐着的两个人 心境却已不似从前 马洛望着眼前陌生的面孔 特里这两个字如梗在喉 终究是什么也说不出口 她将特里留给她的那张五千元钞票 丢在桌子上 头也不回地走了 成年人的关系都是易碎品 一句欺骗一招算计 一点阴谋 就足以将几十年固若金汤的关系 一举击碎 恰如作家卢斯昊所言 不要高估自己和任何一个人的关系 谁都想着友谊能天长地久 却没想到最难的竟是保持联系 是啊 建立关系不难 难的是保持关系 漫长的告别 可以说是美国作家 雷蒙德·钱德勒 最富盛名之作 他将对人性幽暗的探索 人际交往的复杂 感情的扑朔迷离 揉碎在一个并不复杂的情杀案中 如果你抱着猎奇心理去读 怕是会失望 但当你历经人世间的种种别离之后 就会深刻领悟到 人生就是一场告别 一次利益冲突 足以令好友翻脸 一次话不投机 让彼此不相往来 一时体谅不到 顿时心生嫌隙 两个人走得太远 经不起岁月蹉跎 走得太近 又多有猜疑误解 稍有不慎 曾经的天长地久 轻刻变为萍水相逢 成年人的世界里相逢是意外 离别是常态 命中注定的人走不远 有缘无分的人留不住 人这辈子就是这般聚聚散散 不必感伤 让一切虽圆 最后送给大家书里最著名的一句话 说一声再见 就死去一点点 愿你我在人群中不孤单 无论和谁告别后 都能自成宇宙 不亏不欠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十点读书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分享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主播沙漠之狐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